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1日 星期四 現在已經到了香港時間晚上了 不過這個消息也要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迎來一場大敗 這次 也是俄軍空軍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昨天 克里米亞西海岸 叫做辛卡多里夫卡 叫做沙奇空軍基地 這是屬於俄羅斯的 因為克里米亞被侵略了 發生了連續一連串的大爆炸 根據烏克蘭空軍的描述 最少有9架俄羅斯的軍機 被銷毀 9架軍機 一架也值很多億美金 9架被銷毀 目前烏克蘭軍方 說不關自己的事 大家想想 但是通常大部分的政論家 軍事專家都認為 烏克蘭應該是獲得了 射程超過200公里的打擊導彈 德國的圖片報 記者朱利安·羅普克 就表示 這次 是俄羅斯空軍歷史上最悲慘的事件 他在Twitter上出了一個帖子 我敢打倒 這個是俄羅斯歷史的空軍上 最黑暗的人 好了 這個 有個防衛布洛格的報道 由前日開始 克里米亞附近的居民 上載了很多新卡多里夫卡 的大爆炸畫面 隨後俄羅斯媒體也報導這件事 俄國派出官員出去陷冊這個災情 在第一時間 俄國指派克里米亞的區長 叫做 阿克休洛夫 他說 爆炸了 已經造成一人死亡 俄羅斯國防部後面就說 是航空彈藥 在空軍基地內引爆 主要設備 並未受損 說得挺得體的 航空彈藥在空軍基地內引爆是甚麼意思呢 航空彈藥 是指你裝在戰機上面的導彈 還是甚麼彈藥呢 不要說明 但是俄方的說法 其實 不是很多人相信 為什麼 因為原場越來越多災難之後的相片流出 大量的設備和戰機 是位於這一場 大爆炸 當地人就告訴俄羅斯的新聞網站 他說這個爆炸 持續了整個小時 所以受災面積是不小的 是大範圍受災 之後有一些基地裏面的影片傳出來 停機屏 幾乎全部毀壞 多架SU-24戰機被燒到只有骨架 只有骨架 也有幾架汽車被燒成廢 這宗好消息 當然 一定要告訴大家 有這樣的好消息 是不是 我們繼續報起之前 記得支持6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演出聲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記得提一提大家 今個月31日 即是831當日 在英國時間 晚上6點至9點 因為那天是星期三的關係 所以6點至9點 大家放了工就應該可以趕到了 地點在Parlaments Square 即是西敏寺大鬥中對出的廣場 廣場的名字是Parlaments Square 很大的 融合了3000人 所用一次612集會就在這裏搞 今次主辦單位就邀請很多朋友去 也邀請了我們 也邀請了袁爸爸 所以袁爸爸 就會來 Parlaments Square 講香港Parlaments 講香港議會 希望大家到時準備 準時出席 如果想做義工的朋友 想過來收派傳單 維持秩序 之後可以跟我們聯絡 我們要繼續跟大家報導 這個好消息 一個不具名 即是匿名的烏克蘭軍方官員 爆料給紐約時報 他說雖然高層是沒有證實 但是他們 相信這個是烏克蘭部隊發動的攻擊 他說 這個是空軍基地 俄國的戰機經常由這裏起飛 我們的高層 早就想打掉這個基地 這個 引發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烏克蘭怎麼可以打擊到沙奇空軍基地呢 這個是克里米亞的 目前知道的就是烏克蘭得到的武器 幾乎都遠遠超出了 烏克蘭遠程火力的範圍 這個 官員 當然不肯說明了 他說 肯定不可以透露的 烏克蘭現在最有名的 反擊武器就是美國提供的 16套 M142 凱瑪斯高機動火箭炮系統 他們跟英國提供的三套M270多管火箭 是差不多類似的發射器 兩者都可以發射是227毫米的火箭 但是美國只是向烏克蘭提供了 未公開數量的M31火箭 射程只是70公里 烏克蘭自己研發的端點U 短程 彈道導彈 最新版本的射程是120公里 也超出了射程範圍 因為這次比較遠 至於美國提供的M777輕量化榴彈炮 更加不可能 因為這種榴彈炮的標準射程只有24公里 即使換成M982的神劍系統 這個叫增程的導引炮彈 只能夠射多長40公里 所以是不可能射到這裡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美國和丹麥提供的RGM-84 魚叉反艦導彈 這是一種精準的主動雷達引導反艦導彈 也具有陸上的攻擊潛力 射程到100公里 如果採用空對空感射 就可以更加長一點 但是難度很高 不知道烏克蘭是不是有 可攜帶魚叉導彈的戰機 一間戰爭研究所叫ISW指出 克里姆林宮 恐怕也不敢說烏克蘭這個空襲 因為如果這樣說 就證明俄羅斯的空防系統沒有了道 對於長程打擊毫無招架之力 就好像莫斯科號沉默一樣 俄羅斯到現在也不敢指控烏克蘭 因為你指控烏克蘭 意味著 敵人很強大 我們很無能 當然他是不可以這樣說 原來 英國 也提供了 增援了烏克蘭三套M270多管火箭系統 這個原來大有來頭 這個最update的資料 英國國防大臣華萊士在昨天宣布 除了已經運底機庫的三套M270多管火箭系統之外 倫敦當局 會繼續向烏克蘭提供另外三套 給多三套 也大量配搭M270發射使用的精準導引火箭彈 彈藥無限供應 放心用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 華萊士在哥本哈根舉行的援助烏克蘭 國際會議上表示 這些高精度的武器 已經幫烏克蘭 摧毀了很多俄羅斯的彈藥供應中心 以及指揮中心 剛剛 空軍基地 大爆炸 不知道是不是 M270的 功效 這位華萊士英國國防大臣表示 烏克蘭軍隊已經證明了他們 擅長區分攻擊目標的輕重援急 這樣 就不會浪費彈藥 華萊士說 這個是烏克蘭 使用舊蘇聯時代武器 更換到現代武器過渡的一個重要環節 他們已經慢慢適應了現在 先進的西方武器 舊式的蘇式武器可以放在裡面 用完就算數了 華萊士在之前曾經說過 英國是提供了M31A1的精準導向式多管火箭 讓緩烏的M270發射 可以精準打擊80公里內的目標 凱瑪斯在1970年代美國和盟軍開發的 理大式M270輪車式改良版 現代化更加輕 有機動性 M270可以攜帶12枚火箭彈 或者兩枚射程300公里的MGM140 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這個 是叫做 戰術彈道飛彈 海馬斯也可以攜帶 6枚火箭或者1枚ATACM的飛彈 英國的M270 是比海馬斯勁一倍 數量可以多一倍 難怪 你想想打300公里 克里米亞全都打了 在烏克蘭 躲起來也可以射到你 所以 現在 有這麼精準的導彈 基本上 俄羅斯的基地 部隊作戰指揮中心 首都拿來 所以這個好消息 一定要告訴大家 我們期望 烏克蘭盡快全簽 俄羅斯軍隊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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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